朋友們你知道嗎 很多人在健康檢查時 竟然發現尿液裡藏著看不見的血 沒有疼痛 沒有顏色 卻可能正悄悄傷害你的腎臟或密尿道 你有沒有想過 血尿不只是結石或小毛病 而隱藏更嚴重的問題呢 王先生45歲 生活規律 每年健檢都乖乖報道 昨天早上他突然腰部劇烈疼痛 尿液還變成深紅色 急診一檢查 診斷是腎結石 王先生鬆了一口氣 心想還好 只是結石而已 但幾個月後 他乖乖回診做檢查 尿液看起來清澈正常 報告卻寫著 尿液前血反應陽性 膀胱鏡檢查才發現 膀胱內壁有一個小小的腫瘤 原來他的血尿不只是結石造成 還隱藏癌症這個致命的警訊 今天我們就要一起來揭開血尿的秘密 讓你看到血尿 不再只是驚嚇 而是掌握健康的關鍵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寬寬醫師的頻道 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 為止強調 極簡護腎 護腎 並不複雜 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 或繁瑣的療法 只要簡單的 改變一些生活習慣 就能守護腎臟健康 點擊說明完下載護腎手冊 用最簡單的方法 讓腎臟更健康 主題 血尿從哪以來 一次搞懂類型 想搞懂血尿 得先知道身體這套排水系統 是怎麼運作的 簡單來說你的泌尿系統 就像一條高效率的 肺水處理線 第一站是腎臟 他的工作其實很簡單 製造尿液 下一台超精密的 濾水器 血液流進腎臟之後 會經過一個小小的濾網 我們稱他為 腎絲球 這個濾網很聰明 太大的東西 像是 紅血球 蛋白質 他們通通會擋在外面 不讓我們跑進尿液裡面 接著尿液會順著 輸尿管 膀胱尿道 一路往下走 儲存 再排出體外 所以當你在尿液裡 看到血 代表可能有兩種狀況 第一 濾水器壞了 也就是腎臟那邊 出問題 第二 水管受損了 可能是 輸尿管 膀胱 或尿道 被刮傷發炎 甚至 比較可怕的是 長了腫瘤 這兩種狀況 就是 血尿的 兩大來源 血尿 其實分成兩種 第一種 聚觀血尿 也就是肉眼可見 尿液會變成 紅色 粉紅色 棕色 甚至像 鐵鏽一樣的顏色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王先生 結石發作那次 血尿 多到 連顏色都改變了 第二種 顯微血尿 這種就比較狡猾了 尿液看起來 完全正常喔 但其裡面 其實藏著紅血球 只有靠尿液 視值 或 顯微鏡 才能發現 醫學上的定義是 每個高倍顯微鏡視野下 看到 大於或等於 三顆 紅血球就算 很多人都是在 健檢報告上 看到尿液 淺血反應陽性 才嚇一跳 所以別以為 尿液外觀看起來沒事 就 真的沒事 但別緊張啊 尿變紅 不一定就是血尿 有時候只是 假象 醫學上叫做 假性血尿 舉個真實的案例 女大學生小米 前一晚吃了火龍果和 甜菜根 隔天一早看到馬桶裡 粉紅色的尿 嚇得臉都發白了 直接衝去急診 結果醫師一驗尿 裡面根本沒有紅血球 只吃食物色素染色 虛驚一場 除了火龍果、甜菜根 還有一些藥物 像多柔筆心 也會讓尿液變紅色 甚至劇烈運動或肌肉受傷後 釋出的肌紅蛋白 也可能讓尿液看起來紅紅的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的尿變紅 第一步不是自己下自己 而是去做尿液檢查 只有這樣才能搞清楚 是真的血尿 還是顏色誤會 還是顏色誤會 主題二 血尿的原因分析 血尿成癮五花霸門 治療也要看血從哪裡來 是腎臟的濾水器出了問題 還是泌尿到這個 水管 受傷或發炎 第一 來自濾水器的訊號 腎絲求性出血 如果血液是從 腎臟的濾水器露出來 那就像是濾網破了 紅血球在高壓下 擠過濾網 會變形 瘦巴巴 就像被打了一頓 的紅血球一樣 關鍵線索就是 顯微鏡下 會看到這些 變形的紅血球 也就是腎絲球受損的 典型證據 常見的原因 包含腎絲球腎炎 最常見的就是 IGA 腎病變 或者先天或遺傳因素 有些人先天 腎絲球的濾膜比較薄 或罕見的遺傳疾病 也可能會出現血尿 有些病人完全沒有感覺 尿液看起來也是正常 沒有蛋白尿 只有在健檢報告上 看到尿液潛血陽性 醫學上稱為 無症狀的 單純血尿 研究顯示 這種血尿若持續存在 數十年後 末期腎臟病的風險 還是有可能會升高 因此提醒大家 血尿 不管有沒有症狀 都值得長期追蹤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第二 來自水管的訊號 非腎絲球性出血 如果血液是從 輸尿管 膀胱 或 尿道流出來 紅血球通常是 員工過人 完整的 沒有變形 這類血尿 比腎絲球性血尿更常見 也貼近日常生活中 常遇見的原因 常見的原因包含 泌尿道感染 這是最常見的良性原因 很多病人會說 小便會痛 會稍稍濁濁的 老想上廁所 這種血尿通常伴隨症狀 是感染造成的 再來是尿露結石 皆是移動時 刮傷我們的管壁 引起出血 就像開頭王先生這個案例 血尿常伴隨著 劇烈腰痛 其他良性原因包括 安心攝護腺肥大 劇烈運動 像是長袍 微創傷等 外傷等等 都有可能會造成血尿 大部分 非腎絲球性的血尿 是良性的 但有一個 重要警訊 無痛性血尿 或 反覆出現的血尿 就算你沒有感覺 也不能掉以輕心 這時候我們就要懷疑 泌尿道可能藏著 更大的問題 沒錯 我說的就是 泌尿道癌症 像是 腎臟癌 腎瑜癌 酥尿管癌 還有更常見的 膀胱癌 這類癌症 通常悄悄出現 血尿 忽有忽無 病人不痛不癢 甚至會以為沒事了 但正因為這樣 才最危險 最容易被忽略 泌尿道癌症的 高風險族群 包含 男性 年齡超過40歲 有些建議是 35歲就要注意 吸煙者 或長期接觸 某些化學物質的人 像是芳香氨、染料、橡膠產業等等 研究顯示 所有 顯微血尿的人中 大約有1%到3%的人 最後會被診斷出泌尿道癌症 所以看到血尿 不要僥倖 不要拖 這不只是尿的顏色問題 而是你身體發出了 早期求救訊號 血尿該怎麼評估跟檢查呢 血尿最麻煩的地方 不在於他有多痛 或多嚴重 而是他 太容易被忽略 尤其如果是潛在癌症 忽略的代價可能很高 只要確認真的有血尿 不管是肉眼可見 還是顯微淨下才看得到 都必須做完整的檢查 第一步 醫師會仔細詢問病史 像是血尿會痛嗎 最近有受傷嗎 平常有吃抗凝血藥嗎 排尿習慣有變化嗎 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 其實常揭露出關鍵的線索 第二步做尿液分析 如果尿液中的紅血球形狀規則 或病人屬於高風險族群 重點會放在排除 泌尿道癌症 或結石 第三步醫師會安排進一步檢查 分成影像檢查 和內視鏡檢查 影像檢查主要是要看腎臟和輸尿管 第一個是電腦斷層尿入攝影 這是一個打顯影劑的電腦斷層 可以把腎臟和輸尿管結構清楚的呈現 是目前最精準的方式之一 其次是腎臟超音波 解析度略低 但安全低成本沒有輻射 長和膀胱鏡搭配使用 是臨床上常見又實用的一個組合 接著要確認膀胱內是否有腫瘤 就會需要做膀胱鏡檢查 原理直覺易懂 醫師會把帶有微型攝影機的內視鏡 從尿道深鏡膀胱 直接看到膀胱黏膜表面 發現影像檢查 可能漏掉的微小病兆 根據美國泌尿協會 AUA指南 中高風險血尿患者都建議要做膀胱鏡 以確保不會漏疹 很有趣的是 很多病人做完檢查 還是找不到原因 別擔心 只要排除了重大疾病 像是癌症 就可以 定期追蹤 通常 每半年到一年 驗一次尿液 或做必要檢查 確保沒有漏掉新的問題 記住血尿不是疾病本身 而是一個警訊 真正要治療的是背後的原因 像是攝護腺肥大 可能需要手術或藥物治療 泌尿的感染 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療 泌尿的癌症 則必須要及早 積極介入 只要找出原因 對症處理 多數血尿都能夠得到 妥善的管理 記住 不要恐慌 也不要忽略 血尿是身體在提醒你 該檢查了 千萬 不可以掉以輕心 回到一開始的王先生 幸運的是 他那個無聲的 顯微血尿訊號 及時發現 並處理了腫瘤 避免了 更嚴重的後果 血尿就像身體 亮起了 紅色警報 他可能只是小問題 也可能 藏著 致命的危險 重點不是血尿量的多寡 而是 有沒有出現 所以我給大家兩個 一個實用又簡單的建議 第一 養成 定期尿液檢查的習慣 把它當成掌握健康的小工具 第二 一旦發現任何血尿 尤其是 無痛性的血尿 問題屬於高風險族群 例如吸煙者 年紀超過35歲 不要拖延 立刻諮詢 逆尿科 或腎臟科醫師 記住 血尿 不是恐懼的來源 而是健康的提醒 聽懂身體的訊號 你就掌握 保護自己的 第一步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謝大家觀看 希望今天內容 對你們有所幫助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歡迎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 點擊說明欄 下載 護腎手冊 我是腎臟科 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 我們下次見 拜拜